祈福岛玩下课回家 却不慎遭左转的沙石车碾弊 行驶在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 突然撞上前方机车 骑士连人带车撞上分隔岛 后座的女童当场死亡 骑车的爸爸则送医不治 一件件类似的车祸伤亡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持续上演 导致家长带孩子过马路时 都要提高警觉 小心再小心 自己会先比小朋友更注意交通安全 然后再看状况 然后再遇到他一起过马路 就是会讲口诀 就是红灯停 绿灯行 然后黄灯就是不能动 然后他其实就会一直念这个口诀 根据交通部统计 去年有超过50万人 因为交通事故死伤 近年来每10万人的交通死亡人数 落在12.1到12.7人之间 是OECD标杆国家的4到6倍 身在台湾的儿童 明显摆脱不了新人地域威胁 儿盟在10年前就做过一个调查 我们的儿童的家长 就是育儿家长 他们有七成的家长 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示说 真的是行路难 带着孩子出门 走在路上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们说好像走的吗 十项障碍 有一次铁人三项 就是你要不断地高高低低 而且有很多的违规摆放的东西 会让他没有办法走在上面 那怎么办 路不通了 这个骑楼人行道就被占据了 怎么办 只要改走慢车道 专家惊呼 台湾的路况 如同铁人三项的赛场 来看看高雄一所国小的外围 没有设置人行道 学童过马路就像在冒险求生 高雄凤山区也上演 国小学童与车争道 小学童排成人龙 大约40到50人 拉着绳子逆向行走 看起来相当危险 附近民众说 这个情况已经好多年 孩子与车争道 已经成为常态 这也让人不解 台湾交通工程规划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儿童的需求 台湾的那个行川线的设计呢 大概将近事实上是 一条行川线的跨越的幅度 大概是一个170公分的男性 所以他一条跨越一步 那要算去秒数的时候 那这样一长条 常常有时候我们给到30秒 可是孩子大概是 我们成人的步伐的二分之一 所以秒数上 他也是会不足够穿越的 近捐基金会执行长林月勤 辅导过许多事故伤害的孩子 他分析儿童容易照获的原因 就是和大人的认知行为 很不一样 事实上是到四岁呢 都还没有声音定位 要到六岁才有声音定位 那如果我要判断声音呢 有方向 有种类 有所谓的远近多广 八岁的时候才有办法 在复杂的交通环境里 在使用声音定位 往往孩子这个距离跟速度 误判值是成人的两倍 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孩子 在道路环境当中 为什么需要成人的指引 听音变位能力不到位 导致不能精准判断车速与距离 再加上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对追求目标有冲动性 更容易造成意外 孩子在做走行穿线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整个他伤亡里边 占五成之多 可是呢 奔跑的比例事实上是最高 而产生伤亡 那我们就看我们小绿人嘛 刚开始慢慢慢慢到不行 你后来呢 急速快步地跑 那孩子看到 因为当孩子非常图像的话 看到你这个在奔跑的话 他当然也是奔跑啊 林月勤团队也向相关单位 提议小绿人能调修呈现 而孩子的静态视觉敏锐度 也还没有成熟 视线出现死角 在斑马线上奔跑就更加危险 我们在静态视野的时候 孩子的视野宽度事实上是到40 那一旦到动态的话 他会更窄化 所以反而旁边的物品 他没有办法去看到跟理解 交通事实上是要眼观视面 耳听八方 可是往往呢 这就是孩子最大的现实 就是我们眼睛的 福建视野可以到150 这是我们成人 小孩子就只有90 孩子的视野劣势 也让学者指出 人行道旁的灌木丛 都有可能让马路变成森林 人行道路之间的 只在 他如果过高 或是他过于茂盛的话 他可能会挡住 驾驶人他的视野 也会挡住行人他的视野 如果这一个高度 刚好跟孩童的高度 是差不多的话 那就更容易会阻碍到 驾驶之间的视野 以及孩童之间的视野 不友善儿童的交通环境 引发立委关注 直言必须立即对症下药 提供亲子民众 更多出行的选择 除了六毒事实上 其实很多地方的大众人说 是非常变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政府说 不能骑机车载小孩的 这样子的声明之下 其实应该要告诉大家说 那我们的孩子 怎么样平安地上学 我觉得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又或者是 是不是能够在骑机车 载小孩的情况之下 打烊的方式是比较安全的 除了铺建公共运输设施 学者呼吁 还必须重视通用设计 就是以无障碍环境 为基础的全灵设施 交通问题才有机会迎刃而解 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中 都充满了这种 不同用设计的时候 它会对于人造成一个区隔 那儿童当然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当然也会会人家跟他说 这个地方小朋友不要去 或者说这个地方小朋友不要经过 这就是不同用的设计造成的 后果它造成的一个区隔 那如果反过来说 它是一个通用的设计的时候 那它对广泛的使用者 就是都是优散好用的 学校是最多儿童出入的地方 景娟基金会在2022年 进行六多通学环境调查 许多家长反应 儿童面临的前两大通学困境 正式步行空间受压迫 和路口横冲的车辆 他能给我们的答案是 他连五分钟都不愿意 让他的孩子走路上学 五分钟 即便路程短五分钟 这将近八成的家长的反应是这样 因为他认为第一个 人型系统的铺面不完整 还有保护措施不够 还有我们的车速过快 这都是在在是 他们觉得担忧的地方 根据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后置设置规则 会以当心儿童的标志 设在小学和幼稚园附近 但林月勤感叹 通常这一类标志 都被设在不显眼的地方 导致校门如五口 学校的门口 我有人型系统 可是我跨出学校门口以外的地方 我是没有人型系统 可以跟我行走的 甚至有时候孩子 要等待过马路的时候 完全没有等待空间 我们在都市规划的时候 并没有考量我们的学校 要设在哪边 可是学校设下去之后 可能前面又开了个大马路 所以我们的学校可能在省道旁 省道的数线可能是70 还是一出校门口就是风险了 学者也发现 台湾设计学校周边交通 通常只方便家长 还有安清班和补习班接送 不如借进国外做法 进行整体的评估与调整 那香港在这一两年的时候 透过一个社会创新研究室 做了这个交通 有关于交通安全的 安全健康互动的学校区 那这个时候就会讨论到 附近的土地使用 或是现有的包入设计的 这个可护性性 或是异性性 透过这些因素的考量 再去重新调整说 这个学校附近的基础设施的提供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这个书线的规范 那是不是一个有趣的环境 是不是能够和社区领域能够结合 那我想这个是比较 它是比较整体的规范 种种道案乱象 早已存在了数十年 很难再一时解决 运输管理教授罗孝贤提出 应该先从交通专业的三一着手 三一第一个就工程 就是我们所谓的工程 你今天把那个交通环境把它做好 就是你这些工程把它做好 比如说你该有人行道 你就把人行道做出来 人行道上面不要再去停机车了 那人行道上面当然也不可以骑机车 也尽量不要骑脚踏车 那第二一叫education 叫教育 因为我们从国外的一些研究 甚至我们来看 教育其实它大概要占到70% 也就是说我们从小要学会遵守 用路的规则 第三个叫做执法 好 那执法是最好的社会教育 面对平凡的儿童车祸案件 社会大众期盼 主管单位能正视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对于校园地区 有一个大概有400多个学校 就是他们我们发觉 它的周遭的环境比较差 要做一个整理 和跟这个县市政府来合作 那另外就是在执法部分 跟检政组这边对于 这一个不遵守离让行人的部分 我们会已经跟检政组都没有讨论 大概会有一波的宣导跟执法 虽然说现在有50亿的预算 希望能够来改善工学环境 但是我们实际上面对到的是 学校地方政府 知不知道到底这个地方怎么改变 其他不知道就提不出一个好的计划 所以政府不能只有说 我有计划你来申请 而是应该告诉大家 甚至是下去主导说 我们要改善这些热点 交通意外的热点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做改变 105年跟109年 生少3万 可是105年跟109年比 交通多史上3千 这一来一回都不会是台湾 我们这个国家的福气 因为每个孩子对我们来讲 就是生的少的时候 一个都不能少 台湾的道路安全网 还有大大小小的漏洞 几代填补 孩子是最弱小的用路人 该由各界共同守护 让他们都能安全 享有路权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